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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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阳光 让空气 充满 了响起 创业 桌下的回忆 满满 都是你 咖啡 的秘方 用心 的惊喜 你在我身边 我在想我自己 你转身做鬼脸的傻气 是我最想要珍惜 你倔强真诚的坏脾气 除了我还有谁 会轻轻去抱你 谁说天上一对 就一定听到你 柠檬汤花了才是在乎你 我们肩并着肩 不说话也默契 才融挂在身后的墙壁 你说天上一对 还是需要勇气 有时谁都有幸福的权利 只有我们懂得 满满堂的意义 你是我唯一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吼有时称之后的 放心吧 司翼没事了 你好 格斗女神 我们能不能采访你一下 不好意思 我补个装行吗 好的 我们到那边拿他 李云竹 许总 你怎么来了 抱歉 打扰一下 我在找可思义 你看到可思义了吗 可思义 他不就在那儿吗 你没事吧 我 没事 不好意思 我过来 你干吗 你放开我 我不放 那么莫名其妙啊你 放开 开门 打开 请您上车 请您上车 我去 满意吗 所有的花都是为你准备的 麻烦你以后别给我闹别扭 别再闹事动 可以吗 好的 起销了吗 销了 跟我回家 回家把花处理好 怎么了 你也想要 送花算什么 我送你车 车里装满了花 我是觉得看可思议那反应 她是不是喜欢上你们许总了 不是好像 是肯定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蒙面女侠速度非常快 已经顺利跨过第一道障碍 裁判们也在激烈讨论中 这一组战案伞环节对选手的体能和耐力的考验是非常严峻的 蒙面女侠现在的成绩非常亮眼 已经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成为了弹幕里热议的黑马选手 这现在的网友也太没有眼光了 这现在的网友也太没有眼光了 什么没有眼光 这个蒙面女侠也太没有素质了 专心跟她打招呼她也打不理的 要不然告诉梁芝肖把她给淘汰了吧 不行 你这是公报私仇 你干吗那么忌妒 没有啊 不是 你看网友们都说她 介意勇为 可帅了 哪帅了 我警告你 不可以学她介意勇为 对了 我今天 全身不舒服 你干吗了 我 我 我今天在海选现场 看到两位选手差点打起来 我去欠价 结果被推倒了 我刚跟你说过 不会见 你没事吧 你在关心我啊 我在关心我自己 好好好 关心你自己 以后会注意的老板 嗯 大口 好谢谢 好 谢谢 呀 谢谢 谢谢 没事吧 十分登队的两人 引起了现场粉丝震震尖叫 同时在网络上观看直播的网友们 也纷纷留言说 要继续说死这对CV 可思议 上了 那边 你走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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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注意点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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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议 谢谢你 谢我什么 今天的主角 是格斗女神 蒙面女侠也带来了节目热度啊 这次试播成绩非常好 我相信等你摘下面具的那一刻 狂谱就会迎来转机 到时候 你一定要像今天的云竹一样 好好打扮一下 和我吃顿饭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того 为什么所有人都围着云竹穿 接下来那个安的 哪有所有人 我不是在这儿聘你吗 周律师 我可思一个过了 我花钱是雇他当我的保镖 不是当梁直销的保镖的吗 好 梁直销的人 徐总找他保镖 各位媒体朋友们好 我是徐总 戴上拳套 向一切地服务归血 尊重女性的力量 我们也想借着格斗吧 传递这种极公平 好 说得好 太精彩了 徐总 演讲水平果然优秀啊 你说的女性 只包括李云竹一个人吧 正好今天各位媒体的朋友都散 我以合格传媒股东的身份 想向徐总提两个问题 吴总是新公司做不下去 改划当记者了吗 第一 你和李云竹到底是什么关系 第二 你是不是为了捧李云竹 花公司的钱 为她量身打造了这个格斗综艺 徐总 请问你跟李云竹小姐是恋人关系吗 徐总 难道你真的是为了捧红李云竹 才会打造了这场综艺吗 不是的 我和徐总呢 没错 如果没有李云竹的话 这档格斗综艺 根本没有机会试播 李云竹哪儿好了呀 尽死我了 你那么激动干吗呀 我是担心 可思议在线上听到这个 然后当场就哭出来 然后知晓哥把剑名不平 李云竹当场大翻速谈子 从而怒结 可思议蒙面女侠的真实身份 教练看到新闻 戏道住院 而你和我 犹如两条丧家犬 离开狂呼 你这人物关系 但是捋得挺顺的 我是谁呀 我是恋爱小天才呀 可是一次恋爱都没有过 好 谢谢各位媒体 徐总 徐总 请正面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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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正面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徐总 徐总 可思议 可思议 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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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不会成为你的困扰的 没事 就让他们先吵吵吧 然后让公关部去回应 这样既吵做了节目 又能挡住吴东德想泼的脏水 你怎么了 快帮我查一下 可思怡在哪儿喝酒了 快帮我查一下 快帮我查一下 把他忘了 我去 三分钟之内把他给我找到 把他手里就给他拿掉 立刻送他回家 许诺这是神蒜子 可思怡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啊 人的 周律师 你怎么又 养不痛 别喝了 许总让我送你回家 我再不要他送我回家 个渣男 一边送我玫瑰花 一边又去报李云竹 走了 我不 我还要再喝 姐姐你听话行不行 许总一边是社交一边是担心 你的很累的 她在陪她的王主 别假惺惺地关心我了 可思逸 你现在就是个醋痰子你知道吗 我不是 是 行 那我问你啊 是不是看到许诺和李云珠在一起 你就特别生气气炸的那种 看到许诺关心李云珠 忽视你 你就特别委屈 委屈到想哭了 明明想喝醉 但是越喝越清醒 她们两个抱在一起的画面 越来越清晰 你就是喜欢她的 我没有 但是我觉得她也喜欢你啊 你骗人 这样 你别喝了 我送你回家 在路上 我慢慢给你分析分析 她 是怎么喜欢的 我问 周律师 到家记得给她吃点解酒药 找到了 找到了 徐总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你就对我特别地好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我想跟你说清楚的是 我心里已经有 我知道了 你喜欢梁芝霄 我 你怎么知道 估计除了梁芝霄以外 全世界的人都应该知道 那你还对我好 那是因为 不管怎么样 我不想引起 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 我们还是保持工作关系的好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记得什么 三年前的3月24日 在洪桥镇洪桥路的建材市场外 明珠 志强哥 外面怎么样 马上到你专访了 我带你过去吧 如果当时不是你握着我的手 给我打气的话 我相信当时的我 应该没有毅力再坚持下去了 我跟你说 如果许多不喜欢你 根本不可能因为你生气 送你以后不像玫瑰花 她也不可能跑这么远去找你 我认识她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有见她对任何人这么好过 真的吗 真的吗 我跟你说啊 她看到你跟梁志强在一起 她会吃醋 但是她自己不知道 好 可思议 如果许多不喜欢你 我把头割下来 给你当椅子 她还会吃醋啊 对啊 她一看到你跟梁志强在一起 就立马把你叫回来了 这不是吃醋是什么 你自己好好思考思考回忆回忆 我撤了啊 这就是吃醋 你去吃醋 你去吃醋 可思议 如果许多不喜欢你 我把头割下来 给你当椅子 对 她就是希望我 对 她就是希望 可思议 为什么我头还痛 你说没有吃解酒药 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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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思你没事吧 你要是再不说话的话 我自己拿钥匙开门了 我自己拿钥匙开门了 可思 许总 你回来了 喝多少酒穿成这个样子 喜欢吗 你喜不喜欢 他来了 我昨天晚上和许诺告白了 我给你那些东西都用上了 什么东西 可思议你忘了 就是那些 可思议 我呢给你准备了特别的东西 就是 就是 性感的睡意 还有 迷人的斩男香 和 任夫如 我呢 游威威 你闭嘴吧 可思议从来没恋爱过 根本什么告白 不算 谁说谈恋爱才能告白啊 是告白了才能谈恋爱 我一次恋爱也没谈过 但是 凭击我告白数百次 并且全都被拒绝 不也成为你们心目中的恋爱专家了吗 这都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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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我亲了他 他强吻你 他疯了吧 不行 这是职场性的造扰 我得告诉他 我现在就给他发律师看 哎 也太夸张了 不过是他的嘴 未经过我的允许贴了我的嘴 尽此而已 许诺 夸张的是你好吗 以前别说是嘴了 就是手没有经过你的允许 触碰到了你的手 你肯定是辞退加起诉 三分钟之内 让我发律师喊 行了 别装了 你现在肯定偷着乐 注意初吻我刚被掠夺的 紧张和慌乱之乱 我初吻早都没了好吗 行了 行了 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从小就这样 越是慌乱越平静 越是高兴越隐藏 你欺击他 他什么反应啊 跟你讲有什么变化 他每天早上吧 都会让我做这个做那个 什么六十五度水手冲咖啡 什么鸡蛋要烧到七分手 保证鲜嫩的口感 做 不让我比他先上厕所 反正就是各种争务 过分 但是今天早上吧 他居然 早啊 许总 每天早上的第一杯水 一片柠檬八勺蜂蜜六十八度 我还记得比较火 我去 张云夕 你说 他以前早上都会跟我抢厕所 但是今天很奇怪 他看见我在卫生间 就躲开了 然后呢 然后就消失了 对啊 他今天也没请假啊 你怎么能让他逃走 许诺就怂了 没想到 面对上亿并购案 三分钟之内就可以判断利弊 果断取舍 一夜之间开除上百名员工 被叫冷血狂魔的许诺 面对一个出出茅庐的小女孩的时候 你竟然怂了 我怂什么 他亲我又不是我亲他 我只是怕得尴尬 可思议 有没有可能许总联系你了你没看见啊 看看手机 不可能 我已经把铃声调到最大声了 要是这样的话 那咱们主动一点 你给他发个信息 问一下他的那个工作安排之类的 然后我们试他一点他的反应 再看一看下的不是什么打法 不行 我害怕 他现在肯定气死了 要不 要不就用 行了 尤薇薇 别瞎支招了 不要忘记 可思议什么身份 出现在许诺身边的 不管什么身份 把他的心投走了 那就是最好的身份 薇薇 思议 告白接吻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等狂虎的事情解决了 你马上离开许诺 身现在陷得不深 尽快断干净 林文 原本 是想让你利用许诺的感情 救助狂虎 但如果你动了真感情 我害怕对狂虎 尤其是对你会有伤害啊 我现在特别好奇 可思议见到你 是什么反应 不行 我们得回家 把可思议叫出来 看看他的反应 我怕他受伤 你受什么伤 再说感情这种事情 那他不是说你受伤就 这 这 周律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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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回去 上班去了我 思议 可思议 看见没有 嘴上说不行 但是身体却很诚实 是 你看 这 周律师 我回来了 可思议 你回来了 可思议 给徐东倒杯水 好 大哥 你能不能主动一点 说句话还会死吗 我刚刚都尴尬死了 我刚刚都尴尬死了 谁倒水着狗 谁倒水着狗 周律师 你要的水 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徐总 今天有没有出行的计划 可思议问你今天什么安排 帮我告诉他 今天我想休息 他说他今天休息 那帮我问一下他 如果他休息的话 我可以请假吗 他可以请假吗 帮我告诉他 万一我临时改变计划了 保镖我就不要请假 不能请假 那你帮我问 你们俩是疯了吗 是你聋了还是你聋了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不然我传来传去的 整得和船船电灯泡一样 你有病吧 你有病吧 挺团结啊 挺整齐啊 嗯 你们才有病吧 都多大个人了 不就接个吻吗 整得和小学生初恋一样 谁初恋啊 我四年纪就有人给我写血书告白 还血书告白 许诺 你瞧不起谁啊 你叫什么 许诺 怎么了 你取了名字不让人叫啊 你怎么不直接改变叫许总啊 我告诉你 你就承认吧 你就是喜欢我 我都替你感受到了 你一靠近我你就心跳加速 看见李宁珠拥抱李宁珠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都没有 你不是说心跳不是情绪感受不到 那我自己靠近你我心跳加速 我能告诉你吗 许诺 这一点你就不如可思议了 可思议喜欢敢说出来你呢 不懂别乱猜 我可没乱猜 律师说话都讲证据了 首先 超级洁癖不能接受别人触碰的你 可以让可思议住在你家里 其次 时间关键特别强 苛刻纪律的你 可以接受可思议每天迟到早退 还有啊 只要可思议一消失 你恨不得满世界去找她 如果这样都不算喜欢 那就是识个爱你 你跟我过来 我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你不是喜欢她 你真是爱她 我之前跟你讲过 我能感受到她身上的疼痛 就比如说 你打了她一巴掌 疼的是我 不是她 但现在呢 我甚至能感受到她的姨妈痛 从可思议搬进来之后 我以为 只有我能感受到她身上的疼痛 但奇怪的是 她也能感受到我的情绪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我能感受到她身上 所有的物理疼痛 她能感受到来自于我心里 所有的喜怒爱乐 懂吗 所以 我对可思议好 不是因为我喜欢她 更不是因为我爱她 我只是为了我自己 也就是说 你们之前产生所有恋爱的信息 是你们情绪和疼痛转移之后 产生了误解 对 那你把可思议交到你家 不是为了保护她 是保护你自己 对 你送她一后备箱的玫瑰花 去片场接她 害怕她喝多了 也是保护你 对 可思议刚刚说 她感受到你喜欢的情绪 尤其是她喜欢你的情绪 应该是 你确定不喜欢她了吗 确定 这些 能跟别人说吧 你觉得我能跟谁说 那就行 那就行 你不相信我 相信 我就知道了 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我 你也会相信我 可思议 是 你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真的 不然呢 你以为我真的会爱上你吗 我知道了 说清楚就好了 说清楚我就不会往那方面想了 那 许总 我饿了 我可以出去吃点东西吧 诶 可思议 我去把这儿给她 我去把这儿给她 看这儿给你来 不是 我去把这儿给她 呢 你还能够着 对吗 我去把这儿给她 我去把这儿给她 把这儿给她 我去把这儿给你了 你也要说 大 докум 先isphere 去把这儿吒熟 你也要走 你很难过吧 不过今天许诺的确太过分了 但是她就是死要面子嘴硬 她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她之所以这么说 是在自我洗脑 这样就更加地证明 她在乎你 什么情绪互换 疼痛转移 为了逃避自己的真心 什么词都能创出来 鬼才相信她呢 她说的是真的 什么真的 我们就是互换了 我可以感受到她的情绪 行 那你跟我说说 她现在什么情绪 她一般很少有情绪 对吧 哎呀 许诺习近党的能力太强了 可思逸啊 你得听从自己不要相信她 不过 不管怎么说 我都觉得许诺喜欢你 你呢 你喜欢她吗 她是第一个 在我快要摔倒的时候 用手护住我的人 是第一个 我为我煮风荡交叉的人 也是第一个 在公交车上给我抢座位的人 是第一个跟我分享疼痛 和痛苦的人 但是 但是 但是她说完之后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情绪 会不会产生的错觉了 但是 你们的 我们的 组好 我们的 我们的 是 好 快 我 除了安慰意外 谁又能帮上忙 屏蔽喧闹的窗 疼痛出手歌唱 我渐渐疯藏 感知的过往 生活对着 袭来浪忘 星辰遍布天上 太浮重的愿望 有母亲去强壮 要无人能阻挡 忘了再去想 总会被原谅 再如此走向 那种时光 你一生刺破 晚叶的眼花 让我的微笑 又泪如雨下 努力提笔 一次承受 才能和回忆自家 感谢是你 让我将会 勇敢许诺的 自己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